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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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二手辅具平台 其實它也是做環保 我們把人家捐出來的辅具 我們再送到有需要的按家 其實它的本質就是做慈善 照顧一些弱勢的民眾 按家很需要這個輔助 喂 鳥廖先生嗎 我是祭祭李師兄 像病床 因為可以減輕他們的生活上的不方便 家人的負擔可以減少 是最直接幫助到按家的 建府之福 由按家這些回饋 然後我就是這個內心相當的欣慰 對 相當高興 因為我的脊椎骨就是已經很不舒服了 那就是要靠這種電動床來調整 這樣子的話才會對我的脊椎有所幫助 二手輔具回收的項目其實大概有十多樣 那我們常見的就是輪椅 電動床 便盆椅 住行器 送出去之前都還會再檢查一遍 一定要親身的去使用過 然後你了解病人的需要 這個煞車一定要測試一下 其實你多修幾次就有經驗 可以多帶一些種子出來 我們能夠健康 然後有機會去幫助別人 還能夠手心向下 你打電話跟我們聯絡沒有關係 因為其實這個都是人家捐出來的福具 好 謝謝你 是 那就感謝感受 感謝感受 感謝感受 感謝感受